我剛剛考完 我考過了 你做得好嗎? 我做得好 我做得好 你做得好嗎? 你做得好嗎? 但我做得好 我做得好 錯答案 我錯一題 但我不知道我錯哪一題 我做得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今天要去考試 然後我要考澳洲公民 我現在超緊張的 大家都說很簡單 但是我也是臨時抱佛腳 在考前的潛機店 就是狂讀狂做事件 然後我等一下只要進去 我希望五分鐘內就可以出來 啊 學未理OK 待會見 Good luck I'm going Good luck Good luck to me You will be right Ciao ciao 我剛剛在裡面真的是超緊張的 還好他們沒有問很多問題 面試官之後問我的那個ID 然後我給他看我的駕照 在考試的時候他就說我可以 往回檢查問題 就是我回答的問題 然後我考完之後我就往回檢查 還好我又往回檢查 因為我裡面大概應該還有錯兩題 這個答案我剛剛好像答錯了 我就再重新就是改答案 改了兩題 然後那兩題都改對 所以我考出來是95 只錯一題 但是我也不知道錯哪題 無所謂 因為那個就是澳洲公民的考試 你只要考75你就可以過了 75就代表你可以錯五題 但我只有錯一題 我以為我會100分滿題 對 算了沒關係 至少還有考過 太棒了 等了這麼多年 就為了這一點 大家 原本我是我們家裡 唯一一個不是澳洲公民的人 但是現在考完試我也是澳洲公民了 OK Let's celebrate 沒有啦 沒有那麼快 因為我們還要去那個 它還有一個Ceremony 是要公民宣誓 公民宣誓完 達到那個 公民證 Are you robot? Are you robot? 達到公民證才算真的是 結束了 所以我們還要等宣誓 我覺得 突然覺得有點想哭 我覺得等了這麼多年 然後 然後 我們就是為了這一刻 就是當初也沒有想說 會 就是 拿到澳洲公民啊 會申請護照 就是 畢竟我們兩個也是 就是我跟老毅一起 一起努力 然後走過來 然後走到這一步 也是最後一步 我們也不用再 付任何的簽證費用了 也不用再 就是 扑腦者 如果簽證到期了 然後又要重新申請 然後又要花很多的錢 大家 最幸運的就是這一隻 他一生下來就是澳洲人 蛤?你一生下來就是澳洲人欸 就拿到護照啦 阿爸 阿爸 今天考完事等一下要 好好地去 慶祝一下去吃個午餐 阿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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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媽 阿爸 阿爸 好吧,我拜託了 我拜託留中 這是我今天的影片 然後就是有關於公民考試 澳洲公民的考試 你很煩耶 I'm not driving 然後嗯 今天就是剛考完公民 然後我就想說 那我可以來錄一集 就是我們的經歷這樣子 所以 恭喜我們 Congratulations 他也是澳洲人啊 澳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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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經準備好了 記得按訂閱還有開鈴鐺 Subscribe and click the bell Splash the button 收看今天的影片 我的考試的Vlog Ch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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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свобод 我愛你 我愛你 我愛你